同学们好,下面咱们看一下每日一链32的第一个题 解析几何 如图,一支点F1、F2是椭圆C1的两个焦点了 椭圆C1,2分之X平方,加外方等于E F1是左调点,F1点的左标-10 F2点左标-10 椭圆C2是2分之X平方,加外方等于N 这块呢,告诉了N肯定是大约0的 所以经过点F1、F2,那也就相当于把F1、F2点带到里面 1分之1加0等于Lemn 所以Lemn等于1分之1 所以那应该就是2分之X平方加上Y方等于1分之1 即,椭圆C2的方程 就是X平方加上2Y的平方等于1 等于1 或者,表示乘X平方加上2分之1分之Y方等于1 这是椭圆C2分之1分之1 它现在说的是点P是椭圆C2上异于F1、F2的任意点了 P点的左标X0、Y0它属于椭圆C2 而且Y0不等于0 那现在也就相当于X0的平方加2倍的Y0的平方等于1 直线PF1和PF2与椭圆C1的交点分别为AB和CD 是ABCD的邪律分别为Ki 所以这块呢,实际上Ki等于Ki 就是AB两点 同时也是PF1所在之间 所以那应该就是Y0比上X0加1 Ki等于Y0比上X0减1 所以那你的Ki乘Ki就等于X0的平方 减1分之Y0的方了 所以等于负的1-X0的平方分之Y0的平方 那现在呢 注意咱们就用这个关系式了 来导演 那应该就是2倍的Y0的平方等于1-X0的平方 所以那你现在呢 它就等于负的1分之1 所以第一位Ki乘Ki等于负的1分之1为定值 为定值了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ABCD的最大值了 那现在呢 咱们通过这个类型 咱在这块里一定要注意的是 ABCD的程度是直线PF1 直线PF2与椭圆CE的焦点了 那你现在呢 咱们U提E 可知PF就是AB2点所在直线的方程 Y等于开背的X-1 Y等于开背的X-1 那现在呢 把AB2点 AB2点所在直线的方程出来 那你的CD所在直线的方程 也就是Y等于Ki写的 这个是ABCD 这个是AB的时候 X加1 Ki写的是X-1 所以那你现在呢 把AB所在直线 与椭圆的CE组成的方程 X平方加上2Y的方 加2等于0 Y等于Ki的X加1 所以那应该就是X平方加上2Ki的平方 X平方加上2X加1-2等于0 整理了以后是2Ki的平方加1X平方 加上4Ki平方X加2Y的Ki方-1等于0 在这块呢 咱们不需要判别式带领这个桥件 那就相当于我椭圆的内的点 也就是我椭圆的交点做的直线 因为交点FEF是椭圆CE的交点了 所以那应该用的是伟大定理 X1加X2 等于负的2Ki的平方加1分之4Ki的平方 X1乘X2等于2Ki的平方加1分之2倍的Ki方-1 利用弦长公式AB 等于根号下的Ki方加1 X1-XL绝对值 所以等于根号下的Ki方加1 X1这个S1-S绝对值就划减成了根号下的 X1加S2平方减去4倍的S1乘X2 所以咱们我直接带一下 应该是16倍的Ki的四次方 2Ki的平方加1的平方 减去2Ki的平方加1分之8倍的Ki方-1 所以整理了以后 这个式子就划减成了 是2Ki的平方加1 是2倍的更2 刚好是Ki方加1 这就划减完是这样的结果了 同理 这个同理就是CD的长度 CD的长度 就是把里面的Ki 换成负的2Ki分之1了 所以CD等于 是2Ki的平方加1分之 跟2倍的4Ki的平方加1 首先用KiP KiP与Ki的关系 所以现在AB乘CD就出来了 AB乘CD 它是不是等于 4乘上一个2Ki的平方加1的平方分之 Ki方加1 乘上个4Ki的平方加1 等于4乘上一个4Ki的4次方加上4Ki的平方加1 再加上Ki方分目就是4Ki的平方 4Ki的4次方加4Ki的平方再加1了 所以这个是4倍的1加上Ki方 那应该是4Ki的4次方加1 再加4Ki的平方 然后呢 给这个狮子分子分目同成Ki方分之1了 所以表达是就等于4 1加上分子是1 4Ki的平方加上Ki方分之1加4 在这块呢 它的分目用均值不等式也行 用小对购函数也数 在这块我用均值不等式了 因为4Ki的平方加Ki平方分之1 大于等于4 所以呢 分目取得最小值是4 当且 仅当4Ki的平方等于Ki方分之1 也就是Ki等于正负2分之2的时候 去到等号 所以那你现在呢 AB乘CD它的最大值 为2分之9 就等于4 1加8分之1 8分之9 所以等于2分之9 即AB乘CD的最大值为2分之9 如果要求直线 PF1的方程 或是AB所在之间方程 那直接 斜率等于2分之2 斜率等于2分之2 所以在这块呢 注意 这是在做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注意一下解析几何 就是我前面强调过的 重在运算 运算一定要过关 运算过不了关 这个期等于0 多久 8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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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